正民国小小朋友开心的玩昂阿飘 认识基隆八景 还有自己抓中药材 做香包 或是体验立蛋的奥妙 市政府民政处结合各单位首创的端午嘉年华活动 融入游戏 科学教育 宇宙中学 学中做的概念 在基隆市同军会服务员的带领下 让小朋友一一进行闯关 来体验端午节的传统文化 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以前有没有玩过 我以前有包过香巴 还有包过棕子 我还会自己立蛋 立蛋 感觉很难 而且又很好玩 从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你立蛋有立起来 立了几次 五次 你知道什么技巧吗 不知道 用盐巴或是锡箔纸 稍微把它放着 让它铸造一点 容易站得起来 端午节是一个季节的转换 是我们节系之一 然后我们为了能够守护我们的传统 来尊重传统的文化以外 又能够创新 由小朋友开始来接触所谓创新的传统活动 特别把端午节的50粒蛋 跟这个香包 以及对环境永续 还有科学科技数学技术等相关的这些元素 在国外世界上叫SDGS 永续发展 还有STEM 这种科学技术数学这样的文化 加在我们的端午节的活动里面 成为同军形态的闯关游戏 分别在两个地方 在海大的梦想基地 以及七土驱空所儿童活动中心 来做这样的活动 总计有约200位的学生 这是有别于以往能够来创造出 我们在端午节的活动当中的一种创新的作为 民政处长真的是太用心了 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在海边长大 然后海大毕业的 然后我们就结合了这些海洋的资源 像刚刚有那个浮标 然后把它就是废弃物 把它就是汇成 就是鱼类 各种鱼类 然后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是这个再生纸浆 让小朋友能够用这些再生纸浆做印井的种植 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有看到立蛋区 还不到端午节以前都会觉得说五十 那个十层才能立蛋 我们小朋友很棒耶 他刚刚每个人刚刚都已经都立起来了 所以说非常开心 让我们这个民政处办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让小朋友都来参与 比如说以立蛋来讲 小朋友就会去观察说 只有立蛋只有在五十才可以立得起来吗 他在科学上面是怎么样去看 是说他是靠的是摩擦力 靠的是重力 是让小朋友先用观察的方式 然后去知道说立蛋这件事情去破除他的一些迷思 然后怎么样可以立起来 那像那个第二个关卡是那个香包 真的直接从中药行去找这些相关的药材 让他们去认识这些传统的药材 来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时节 我们就是传统古代的人 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时间制作香包 然后去去除一些相关的疫病 这场端午嘉年华活动 今年在海洋大学梦想基地 与七堵室内儿童乐园两地同步展开 近两百位国小学童一起参与 让小朋友走出教室 从玩游戏中体验端午节的习俗 度过了一个充满同趣与学习力满分的端午嘉节 端午游戏好时机 勇士车祸我最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